主播们为了更多的圈粉和点赞 使用尽了各种花招 有这么一个90后主播 竟然拖着行李走上航金区高速公路 以车来车往为背景做起了直播 车辆呼啸而过 小伙子却时不时拿出手机自拍 清华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 将他带离了高速公路 我不知道他是高速公路 但是我觉得这条路 然后呢 就是会更快一些 然后呢 我就走上去了 这个出现吧 然后呢 这个就是那个固定器 固定手机的 然后 这个是电筒 晚上 搭帐朋友的 电筒 小刘说 自己是某平台的户外徒步主播 当天准备徒步去浦江神力峡 做录影直播 没想到导航把他导上了高速 不知路况的他 就地和粉丝进行了互动 直到高速交警赶到 感觉很害怕 然后我觉得经过这次交据以后 以后一定要多去选择这方面的试试 所以 因为太可怕了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